Fire Emblem系列是一款老字號的戰略RPG 今次我就會簡稱它做火紋 它的戰略性、挑戰性、玉城和角色設計都為人增增樂道 它一開始是高難度的戰略遊戲 後來調低難度之後就因為銷量不足頻淋終結 去到3DS又重新覺醒起死回生 成為百萬大作 去到上集風花雪月它就進軍Switch 一次過滿足到舊Fence和3DS玩家之餘 還吸納到一堆新玩家 靠機是更豐富的系統、更帶中花的難度 和草味更濃的角色設定 剛剛踏入五周年的手遊 Fire Emblem Hero的業績就更加強大 五年來賺了9.59個億美金 簡直是女生大過主人婆 火紋Hero令到過去很多不玩傳統戰略遊戲的玩家都接觸到火紋 同時也是任天堂最賺錢的手遊 這個已經23歲的作品 現在可以發熱發亮 是因為它保留了系列核心玩法的同時 又敢於求變 但求變本身也是有風險的 因為我都看到一堆人會覺得風花雪月不似火紋 而我個人相信想吸引新血的同時 不想得罪舊玩家 把新舊玩家Engage的這個願景 促成了今天的評價對象 Fire Emblem Engage的誕生 不過在影片正式開始之前 大家應該想一想 你會不會想和陌生人Engage呢 我覺得一般人都不會想突然和陌生人Engage 特別是那些會盜取你個人資料的人 你更加想把他之門外 這個時候一個有聲譽 可靠的VPN就絕對可以幫到你 阻止其他人和你的個人裝置Engage 我講的就是今天偉大的贊助商 Surfshark VPN 網絡世界危機四伏 一個不小心你的真實身份位置 信用卡號這些資料 都可能被不法之徒導用 最好的解決方法就是使用Surfshark VPN Surfshark VPN 採用了安全而是快速的協定 再加上強力的加密技術AES-256 GMC 令任何人都沒辦法追蹤並且盜取你的資料 就算你自己覺得自己不需要這樣的保安措施 你都可以用Surfshark VPN 轉換你的IP地址 靠著Surfshark VPN 的超快速服務 3200個Surfers分佈在100個以上不同的國家 讓你可以暢順地看到在各個平台上的地區限定動畫 Surfshark VPN 還嚴格沒有紀錄 上什麼網都沒人知道 更加方便的就是 Surfshark VPN 一個帳戶 就可以在無限制數量的Device 上使用 令到你可以隨時隨地都安心上網 訂閱Surfshark VPN 之後有什麼不強的 他們還有30天退款政策 讓你可以安心嘗試安全的上網體驗 其實說這麼久大家都只想知道有沒有Discount 現在就按下面資訊欄和置頂留言的連結 訂閱Surfshark VPN 或者輸入優惠代碼 OGS 獲得1.7折優惠 訂購兩年方向 還可以再加送三個月 你都快點來試用Surfshark VPN 吧 好啦 先說回遊戲 今集的火紋Engage 你要扮演神龍大人 千年之前被封印的邪龍準備復活 於是神龍大人你就一定要親自神龍下凡 周遊列國去收集12隻文章士戒指 利用來自其他世界的英雄文章士之力擊敗邪龍 這個故事真的是王道之中的王道 他不會跟你說什麼政治戰爭人性黑暗 而是神龍大人和他的快樂伙伴環遊世界 靠基本與勇氣粉碎邪惡 就連劇情分歧都不存在 實在王道道不像傳統戰略遊戲 反而更加像勇者鬥惡龍 Engage的劇情是比較平鋪席 但同時整個劇情都沒有什麼值得救病的地方 嚴肅劇情能否歡樂劇情得到平衡 劇情和戰鬥的節奏也都恰到好處 對白裡面的廢話不多 又有倒肉的配音演出 還有很多精美的咳鮮穿插其中 就算他的劇情的確沒什麼新意 但也看得挺舒服 而Engage另一個引人注目的地方 我覺得就是新的角色人設 他們請來了日本VTuber界 四天王之一輝夜月的設計者 Mika Picasso 去畫出比較可以吸引年輕人的角色 神龍大人的設計就很大膽地 用了鮮艷的紅藍對半分造型 那這堂東西到底是 疑人化的Switch 還是一命爆肌的Carmen Rider呢? 而且這遊戲裡面 有些人物設計 就的確令我聯想到VTuber 例如這條女 簡直是Aqua 辛酸打工畫面流出 不過實際上 依著奇特的人是不多的 而且轉職過後的外觀 都是比較接近傳統火紋的風格 同時這遊戲也有12位來自不同作品的文章士登場 可以說是傳統和潮流並重 12位文章士是來自過去雜數的主角 他們在本作的地位是很重要的 劇情上 他們是封印邪龍的關鍵 也是一眾隊員的引導者 浴城的時候 他們是幫隊員學更多技能和職業的導師 戰鬥的時候 他們可以和隊員組成一隊 給一些額外的技能他們 還可以進行Engage 即是神打上身 令角色可以在幾個回合內用文章士的武器 並發動強大技能扭轉戰局 普通難度下可以輕易開無雙 戰鬥的時候 基本上就是在隔網地圖上面和敵人輪流行動 利用單位的特性和戰略以小勝多 遊戲有著劍虎槍的經典屬性雙克 只要用對的屬性 就可以打break 敵人令他無法反擊 在這個break 系統下 保斯就是最大的贏家 因為現在保斯可以用格鬥打break 攻守和法師 理論上最脆弱的職業 反而克制最難搞的職業 有趣有趣 Engage的戰鬥演出 也是我見過最精彩的SRPG戰鬥演出 戰鬥時的角色 不會只是你一刀我一刀地打 而是會有迴避反擊 Perry反擊等等的動作 打到Critical的時候 他們還會有魄力十足的特寫演出 在靜態的遊戲當中 打出了動感 超人 以戰略遊戲來說 Engage的Time to Kill是很短的 在劍虎槍屬性雙克的環境下 用對的屬性就能打掉對手的武器 普通難度下更加一刀一個小朋友 魔法就更加不用問秒天秒地 就算是BOSS 很多時候都是頂你幾下就死了 不存在基戰那種十幾個人 唯有BOSS的環節 同樣地你的角色被人黑熟 都是一兩下就被人打死 法師被人埋身 所以我隨時一刀就陣亡 我妙人士 人亦妙我 經典設定之下 角色被人擊敗就永久死亡 但我相信沒有人會想被自己的角色死 所以就令到大家戰鬥的時候會步步為營 靠著每一步棋每一回合 慢慢地扭轉局勢 最後全員生還取得勝利 就是火紋的其中一項美 聽起來好像很難打 但其實地圖上是會顯示敵人的攻擊範圍 脆皮角色只要站在安全點就可以了 而且就算你戰鬥途中因為掛著鴿女導致塔Q 你都可以使用龍之時結精灰棋 無論是回到上個回合 還是回到任意一手都可以 所以實際玩的時候其實是不會死人的 當然今集也會有角色是不可能死亡的悠閒模式 所以Engage的玩法的確是有戰略性的同時又簡單爽快 同時保留了系列的殘酷 殘酷得來又有很多對玩家友好的系統 減少挫敗感和save load的時間 不過這遊戲普通難度就真的是普通人玩的難度 玩到最後幾關的時候我主角已經可以靠Engage開模箱 如果不是因為趕著出片 我應該會玩回超困難模式 相對於主線關卡 我反而比較喜歡那些文章式的外轉關 因為在那些關卡裏面 出現的地圖都是來自和那個文章式有關的舊作 就連戰鬥的BGM都是經典樂曲重新編曲版 如果說主線關卡本身算是有趣的話 外轉關卡就更加多了幾分食意 戰鬥過後當然可以回據點整備一下肉食一下 據點裏面有很多釣魚、體操、苦膜、活家琴等等的活動 但那些基本上都是沒什麼實際用途的 最重要的都是肉成尼的角色 跟同伴打好關係 只要跟同伴增進關係就可以看到基本劇情 隨此之外文章式也會有基本劇情 基本也不局限在神龍大人和同伴之間 同伴和同伴之間也會有豐富的劇情 雖然就不像上一集那樣有淫蕩茶會 但今集居然有同伴叫你起身的ASMR 真是用不用那麼瘋狂 每位角色的職業和被動技能都可以隨意設定 再加上文章式也都可以任意配搭 所以Angage的角色就有著很大的可能性 而且更改的門檻都比較低 只要角色有相關的武器資質就可以了 沒有資質都不要緊 可以跟文章式學師 按著喜好自由地育成你的角色 就算是比較弱的角色 你只要適當地培育他都可以發揮戰力 魔法師都可以變劍士 這就是火紋的一大樂趣 神奇的就是今集武者是一位男士的專屬職業 如果想像上集玩到全隊都是女武者的話 這樣大家可能會有點失望 浴城方面其實也有不少問題 在中期一大段長時間 會由於劇情影響 你的浴城手段會受到限制 在那段期間你是沒辦法令你的同伴 學習魔法職業的資質 導致是沒有人轉到魔法師那邊 那段是遊戲唯一有難度的部分 他的挑戰性我是欣賞的 但沒辦法隨意轉法職 對於體驗影響實在太大了 另外就是資源真的很缺 你想幫同伴學技能 隨時要用幾千的SP 你不去拆資源的話 一隻角色去到爆機 其實都只會有兩三千的SP 遊戲的金錢也是特別短缺 你有沒有見過一隻戰略遊戲 過關是不給你錢的 你現在見到了 堂堂神龍大人 只可以靠每格幾關 讓不同的國家捐錢給你 那些國家全部都能有他們自己的軍隊 但講到拯救世界 居然就只是派幾個人過來幫忙 捐過你的錢 就連整備幾個人的裝備都不夠 結果解決方法就是去拆資源關 當一隻遊戲給的資源缺到一個地步的時候 他就沒有再考你資源管理了 而是考你拆得夠不夠 其實這隻遊戲還有Online mode 不過實際是不值一提 所以就算夠了 最後再做一個總結 如果說上一集 風花雪月是做了很多改良的光榮火紋 Engage就是反學歸真 為大家帶來比較傳統的火紋體驗 玩法雖然就沒有什麼大驚喜 但就在維持系列水準的同時 塞了系列主角進去 相對於實際的遊戲系統 本作空畫面 人切等等的地方就落足功夫 還加上ASMR這些時下流行的東西 或者是失人入坑的好機會 所以Fire Emblem Engage以五星為最伏 個人會給兩星 這隻遊戲其實我是很推薦大家買的 會扣分的主要原因 其實都是因為中段有段很長的時間 玩家都是沒辦法轉職成法職 那段時間又剛好是隊伍的發展期 到你可以重新再轉法師那時候 都已經差不多爆機了 相反如果大家在遊戲初期 就把法師轉好 這樣你就不會感受到這個問題 雖然老實說這個問題都挺嚴重的 但除此之外 整個遊戲都是很令人享受的 如果有下集的時候 角色外觀和職業外觀可以不綁定 遊戲結束的時候可以給我一個New Game Plus 那一定可以為玩家帶來更多的樂趣 好了 影片終於大尾聲了 感謝大家看到最後 如果你喜歡我這條影片 很歡迎你訂閱、Like或者分享 也可以成為我們的Patreon會員 再加上我們的IG和Facebook 這樣就更加厲害 最後要特別鳴謝YouTube會員和Patreon會員 還有今天我們偉大的贊助商 Sherfshark VPN 因為有你們的頻道才可以繼續好好地營運下去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